星期間我們有聊天 星期日是外國活動 獨自一人前往澳洲海外遊學 網紅愛麗莎莎在遊學期間 時常拍攝影片分享日常 我們玩一些遊戲 我們也做一些寫作 玩單字遊戲增進英語能力 假日騎著滑板車到處漫遊 體驗當地風情文化 布置網紅 藝人李懿 也趁著工作空檔 來到菲律賓安排短期遊學 就算只有兩個禮拜 語言口說也能突飛猛進 學兩週能進步嗎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進去之後呢 我們再教學大樓 你只能講英文 海外留學越來越夯 藝人郭雪芙先前也砸百萬 飛往英國倫敦進修 林一誠 王心玲等女星 也都曾到海外遊學 讓許多年輕人也想效仿 遊學代辦專家表示 近期最熱門的諮詢地點是這裡 其實最近的詢問度 比較多的是愛爾蘭跟英國 可以順便還歐 那其實像是歐洲的連載航空 飛到其他的國家 機票其實便宜的話 就是一兩千塊就可以買得到 比交各國遊學價位 不含機票 學費加住宿 澳洲一個月約七到九萬 英國 美國則要十萬以上 價格較昂貴 但可以體驗西方文化 以及接觸較正統的英式美式口音 而菲律賓最便宜一個月六到七萬 機票也是萬元有找 負擔相對較低 雖然是人們選擇 但衛生和治安問題成為一大考量 去菲律賓的話 我們都會提醒學生要多的 準備一些胃藥 有時候甚至可能開水龍頭 會有黃水的狀況 會比較在乎的是水質 還有飲食跟網路的部分 海外遊學正行 不只練英語 還能順便旅遊 掌見識 出發前記得先諮詢 才能避免踩雷 三天七五姐和名稱一軒 台北探播的 還會進入 還會進入 海外國 八百花 兩百花